北京时间5月24日 总奖金为42万美元的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 Super 500 结束了五个单项首轮的全部争夺 在当天进行的比赛中 国语除陆光组不敌东道主选手李子佳外 其余比赛全胜 其中 翁弘扬三盘立刻桃田险斗 展现了不错的潜力 而冯燕哲黄东平则磕磕绊绊战胜美国组合 状态开忧 男子单打 李诗峰 翁弘扬晋级 陆光组出局 李诗峰以2比0 21比18 21比15的比分 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 顺利晋级男单16强 翁弘扬发挥出色 与日本选手陶天咸斗 激战三盘95分钟 最终以2比13 比21 23比21 21比16的比分获胜 晋级男单16强 陆光组则以0比22比21 19比21的比分 赋予东道竹选手赛会 四号种子李子佳 只不首轮 女子单打 三个2比0 三女将携手晋级 二号种子王志宜 以2比0 21比11 21比13的比分 战胜了印度选手 马尔维卡晋级女单16强 四号种子韩月 以2比0 21比17 21比7的比分 击败了另一名印度选手 查理哈 晋级女单16强 张一曼同样以2比0 21比15 21比13的比分 战胜了美国华裔选手 张贝文 晋级女单16强 女子双打 独秒李温妹 刘璇璇晋级 由于刘胜舒坦明 在昨天的比赛中输球 国语谨慎李温妹 刘璇璇一队组合 征战女双比赛 他们不负众望 以2比0 21比18 21比8的比分 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 张静慧 杨景敦 晋级女双16强 混合双打 冯燕哲 黄东平状态不佳 蒋镇帮魏亚新强势晋级 近来状态低迷的 赛会4号种子 冯燕哲黄东平 面对名不见经传的 美国组合邱凯祥 珍妮盖 经过三盘比赛 方以2比1 21比14 比21 21比9的比分取胜 晋级混双16强 蒋镇帮魏亚新 紧用时26分钟 便以2比0 21比14 21比14 的比分 击败了中国台北组合 李哲辉 徐亚晴 晋级混双16强 锦浩 头条创作挑战赛锦浩 锦浩 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锦浩 锦浩 2023马来西亚羽毛球 大师赛锦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